歡迎收看財經Express 晚上好,我是林德成 我們來看今晚的財經走勢 馬股今天在買盤支撐下一度突破1700點 不過之後出現套利活動 最終以1692.20點掛收,增加了2.95點 馬幣今年無法繼續攀升 對美元的匯率最高到4.15400級 隨後就回軟 截至下午5點,馬幣對美元的匯率爆4.2360令吉 對新元爆3.0002令吉 外資今年成為大買家 買進超過1億2000萬令吉 本地機構賣出8933萬令吉 散戶賣出3137萬令吉 接下來要取得不連話單元 一開始有商業高峰的消息 經過長達7次的展延之後 商業高峰和雪州水務管理公司PASSB 去年簽署了有條件買賣協議 成功趕在聚會一分鐘順利達成先決條件 預計可以在本月15號期限之前完成交易 這也意味著商業高峰將會以15億5530萬令吉 脫售旗下兩家水務公司給雪州政府 分別是商業高峰馬來西亞私人有限公司 和雪州水共公司SHABAS 換個焦點 當司理正紅標旗下輪平資本 因為保險必榜的表現強勁 截至今年9月30號為止 第三季的經歷增長了18.14%至7584萬2000令吉 這也推高了9個月經歷達到2億1877萬8000令吉 第三季的營業額上漲了16.02%至3億4950萬7000令吉 最後 有消息指出 雲鼎計畫通過西股500啟動總子基金投資300萬美元 也就是大約1267萬令吉在科技公司 根據彭博社報道 美國西股500啟動總子基金想要增加東南亞基金的規模 目前正在積極融資2000萬美元 這個基金從2010年開始 在50個國家已經投資了1200間公司 有消息人士透露 雲鼎和韓國GX家庭購物都有意參與投資 感謝收看 祝您晚安 消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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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虲生